太晚了 我完了 男导师当众侵犯女演员 打着艺术旗号选飞 在《我是女演员》这档综艺节目里 作为导师的郑元昌 竟然专门挑选了《还珠格格》中 皇上侵犯相非的情节 作为学员的表演考核 当时这郑元昌作为男性老师 与女演员对戏 众目睽睽之下将女演员公主抱起 将她压在地上 当时的女演员呢 已经不在戏中了 真实的可是害怕了 大哭不要 眼中也是泛起了眼泪 而郑元昌依旧没有停止她的行为 后面其他的女学员 也是吓得连连后退 有知情人爆料了 这个郑元昌对戏的女学员 已经都吓哭了 最后反被威胁部专业 会淘汰的 她才不得已才继续拍摄 而节目中更是冠冕堂皇的扯出 为艺术献身的旗号 可是明明有那么多精彩的片段 可以展示演技的片段 为什么不选 而在这之前 郑元昌还表示她能教学员什么 有这样的认知 就不该来这个节目 但是她来了之后 挑选女演员的原则是 我喜欢这个适合我 这个合我的演员 这到底是在给自己选分 还是在选女演员呢 居然想要培养女演员 让孙力这样有眼睛的女演员 来做导师不好吗 节目中 刘涛作为唯一一个女性导师 她不仅没有帮助改变 节目的这种现象 反而很推崇 更是用女演员 要和男演员推戏 男的可以衬托女演员 可以给她刺激 这样的歪理来解释 需要和男演员对戏 难道就不需要和女演员对戏吗 那么多双女主戏 马慈臣和周斗宇双眼后 看不见吗 哪怕要请男导师 请是实力派演员不行吗 郑元创继五年的 每部作品都在六分以下 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 烂片演员 这样的导师能教给学员什么呀 有的观众表示 表演警害 就是女演员的必修内容 有些剧情就是必须的桥段 以前那么多女演员 都是为了艺术现身 这个学员太矫悄了 有的观众觉得 即使拍摄相关的戏份 也是在拍摄现场 那个特定的人物氛围里 现在综艺现场表演这样的戏份 完全是借着艺术的旗号 满足自己的私欲 关于此事大家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这样的综艺拍摄 算是艺术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 是啊